话说在某间超级市场 有一个售货员在推广 一个芝士流心蛋糕 经过的人都会派一块给他吃 有一个小朋友 这个女孩就见到 立刻就撲上前 那他姐姐就给了一块蛋糕去吃 在身边的妈妈就问她的女儿 女儿 你要跟姐姐说些什么 那小女孩就招下头 想了一会儿 然后就跟寿货员姐姐说 可不可以多给我一件事 身边的妈妈就很尴尬地 就再问女儿 不是啊 女儿 知不知道要跟姐姐说什么 那小女孩见妈妈这样 又想了一会儿 于是就跟寿货员姐姐说 可不可以多给我妈妈 那你猜一下妈妈想 女儿跟姐姐说什么 真是好了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好像 这个小女孩那样 不懂得说多谢 因为我们觉得得到别人的恩惠 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们都习惯去接受别人的恩惠 不懂得去感恩 对于看得见的人 我们尚且都会这样 对于看不见的神 我们是不是都会这样呢 我们在这个世界能够出生 我们又可以享受阳光 可以呼吸到这个空气 随着大自然的规律 我们又能够成长 又很幸运地生存下来 甚至在社会上能够成为一份子 之后 每晚我们又遇到有些难关 日子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好 于是就开始不开心 甚至卖冤神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的写照呢 我们会不会忘记了一件 很重要的事 就是这一切 原本都是我们白白得利的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但本来就是什么都没有 很多生命的难处 并不是要剥夺我们的事 只是神收回祂给我们的事 好像《约伯记》一章二十一字这样说 我赤身出于无胎 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清重的 鼎姊妹 今天我们又有没有为到 我们拥有的一切 我们有的一切 献上我们的感恩呢 在《旧约》诗篇里面 我们不难看到 诗人对耶和华的感恩之情 事实上在150首的诗篇里面 是有六篇关于群体的感恩诗 还有十篇属于个人的感恩诗 诗篇六十五篇就是一首群体的感恩诗 就是诗人可能在一些节日或者特别的庆典里面 写了这一首诗 带领民众一起去歌众神 当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感恩的对象 态度和内容 今天我们讲到诗篇六十五篇 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诗人经历神救熟的恩典 蒙神恩有远离罪孽 第二部分是诗人经历神救熟 第二部分是赞美神创造的能力 看顾大地保护万物 第三部分是诗人提到神的祝福 厚恥伴物 所以非常之感恩 我作为信徒 今天我们经历神的救熟能力和祝福 我们有没有怀着感恩的心 去生活 去回应神 怎样可以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我想邀请大英子母 一同读六十五篇的一节至四节 神啊 舍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 所许的愿也要向你上还 听祷告的主 凡有血气的都要来就你 罪孽胜了我 至于我们的果化 你都要赦免 你所拣选 使他亲近你 住在你缘中的日 这人便为有福 我们必因你居所 你圣殿的美福之足念 首先我们要感恩 因为神的救熟足以使我们远离聚业 经文第一节和第二节开手的这两句 原文是以一个你字作为一个开始的 头一节原文直译就是 你神啊 在石安赞美等着要归给你 所许的愿也要向你上还 第二节原文直译就是 你听祷告的主啊 犯血肉之躯都要来到你这里 律师人一再强调 你 你就是神 祂是要将众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神的身上 神就是他们感恩重赞的唯一对象 神是配得他们的赞美 因为神听了他们的祷告 而且凡有血气的人都要去赞美神 他们的注意点 不是放在神听祷告之后的结果上面 而是专注在听祷告的那位神上面 弟兄姊妹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神又占了一个什么位置呢 可口可乐总裁曾经说过 我们每个人好像小丑一样 手里面是玩着有五个球 小丑一样 这五个球只有一个是用胶做的 跌了落地会弹起来的 这五个球是哪个呢 分别是我们的工作 健康 家庭 朋友和心灵 大家猜猜哪个球是用胶做的 五个球都是用胶做的 只有一个而已 那个就是工作 另外那四个球都是用玻璃做的 如果跌了落地就会坏了 在繁忙的生活里面 很多人都为到工作去薄杀 大家很努力的 都很习惯把工作当成我们生命的重心 有些人由早到晚都要开工 搞到可能自己身体的健康都差了 甚至有时会忽视在灵性上的需要 或者有时会错过了很多陪小朋友 陪家人的机会 还有忽略了身边关心自己的亲友 到头里什么都没有了 弟兄姊妹 究竟我们最重视的又是什么呢 神是不是我们最重视的呢 或是我们以其他的东西去代替了神呢 神很想和我们很亲近 祂很爱我们 很重视我们每一个人 神也很希望我们能够专注在祂身上 我们又会不会留一个空间给神呢 在第三节 诗人除了赞美神谁听祷告之外 他还提到自己曾经很严重地得罪过神 在他心里面的罪 和罪所带来的后果呢 哇 重重地压住他 好像呼不住气一样 但是神却是赦免他 在这里所说的赦免 不是只是说遥书 原谅这么简单 原来这个字呢 原本的意思是有遮盖 负罪或者逃没 就好像呢 你欠落别人一大笔债 今天呢 别人说不用你玩了 一笔勾销 当然了 我们要记住 广告说借钱当然要玩了 就是那个一笔勾销 就是神对我们一笔勾销了 神愿意背起我们这一笔债 祂跟我们说 不用怕 你一笔债 我和你背起它 神就是这样 很恩慈地去对待我们 话说呢 有一个牧师呢 就经过一个公园 那他见到呢 有个小孩呢 手里面呢 拿着一个雀笼 那个雀笼里面呢 有几只雀笼 那呢 那个小朋友呢 在做什么呢 他就拿着雀笼 摇摇摇摇摇摇 那呢 如果 就是里面的雀笼 你听到 已经是没什么声的了 被他摇到 差不多死了 那于是牧师呢 就走过去 就问那个男孩了 你打算呢 拿着雀笼去做什么呢 那那个小孩就 回答他了 我打算呢 一会儿拿回家呢 将他的毛呢 一条一条 这样拉出来 那样 那那个牧师就问了 那你应该很快去玩厌的吧 不会 我家里呢 还有几只猫 他最喜欢呢 跟雀笼玩的 那那个牧师呢 就静默了一会儿 就跟他说了 我呢 都很喜欢你们这几只猫子 不如呢 我用一千元 帮你买了它吧 那那个小孩就觉得很奇怪了 这几只又老又难看的猫子 你都喜欢啊 好 就卖给你了 那那个小孩呢 收了钱之后呢 他就觉得很开心了 那就把整个猫子 整个猫子就交给牧师了 牧师呢 于是在公园的一棵树栗之下呢 把猫子打开了 把那几只猫子放走了 他们呢 他们呢 可以从莫自由 曾几何事 我们都好像 其中一只猫子那样 被困在这个笼里面 被罪呢 去捆绑住 我们很无可奈何 去被罪 去压迫 造责 没有办法反抗 我们失去自由 今天 主释放了我们 令到我们呢 得到赦免 可以再次飞翔 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补血 遮盖我们的罪 好叫神看不到我们的罪业 他将我们所有的罪 都一笔勾笑 鼎姊妹 今天我们已经得到释放 我们从罪中得到自由 神就是叫我们 从生活过来 神除去了我们的罪之后 让我们体见 可以能够在神的殿里面 亲近他呢 是很有福气的 这个福气呢 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呢 我们被神拣选 第二呢 我们可以亲近他 第三可以住在神的圆中 这个呢 是一个真正的福气 在这几节里面呢 告诉我们 一个基督徒被拣选之后呢 还要去亲近神 亲近神呢 都是不够的 还要住在他的圆中 鼎姊妹 我们每天 会不会来到神的面前 去亲近他呢 我们生活里面的决定 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 去寻求他呢 我们又愿不愿意 回到神的殿里面 去侍奉他呢 当我们能够亲近神的话 我们就更加能够 经历神的爱 更加经历神的救赎 我想邀请弟兄姊妹 一同去读第五节至八节 请求我们的神啊 你必以威严并公义英雲我们 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 所依靠的 他既以大能束腰 就用力量安定珠珊 使珠海的响声 和其中波浪的响声 并万民的圈花都平静了 住在地极的人 因你的神迹拒怕 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 接着我们要感恩 因为神的大能 足以使我们得着拯救 第五节可以说 是一个丞相启下的句子 他从上面我们称众神 他救赎我们 转移去宣扬神 是创造万物的主宰 诗人形容神所行的 是威严的 在《磊镇宗议本》里面 将威严是译作可谓的事 可谓的事 这个可谓的事指什么呢? 有两方面 第一 为什么可谓呢? 就是神祂的救赎工作 祂是拯救我们的神 祂拯救的工作 是要秉行公义 审判罪恶 叫人是畏惧 第二 就是祂的创造 都是可谓的事 因为神的大能 我们相信神的人 我们这一帮相信神的人 就产生一个敬畏祂的心 而且我们知道 祂一定会应允我们的祷告 事实上 神是我们的盼望 亦都是我们一切宇宙万物 地极海上远处的盼望 和倚靠的对象 弟兄姊妹 神又是否我们的盼望 和倚靠的对象呢? 我记得上年 我去德国短孙 当中要预备一个工作方 是讲关于传福音的方法 我很努力地预备资料 做PowerPoint 投影片 笔记等等 还有一件事要预备的 就是我的普通话 短时间是预备不了的 因为我的普通话 真的是很普通的 所以我特意找了 一个普通话的老师 把我的讲稿 录成普通话 不是想到时按键播的 我也是想着 会不会有空 乘搭飞机的时候听一下 听一下应该熟一点 还打拼音 想着万一不懂 都看着来读 到了工作坊那天 其实真的很紧张 虽然不是对着那么多人 其实对着二、三十个人 但我脑海一片空白 因为不懂用那种方言来说话 基本上我什么广告呢 我好像看不到 不过我心里面 不断地祈祷 哇 神啊 帮我 哎呀 真是不知道怎么办 交托给你了 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发现我自己的普通话 忽然间流利了很多 是 其实我也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总之呢 说完之后 那些人又懂得回答的 不知道回答完之后 我又懂得听的 总之对话得很流畅 后来回来香港之后 我又打回圆形 有人不懂得说 我深信最可靠的 不是人 不是自己 一定是神 人可以做到的很有限 我们都已经尽力去预备去做 其余就是交托给神 依靠神 神没有看清我的软弱 神是会回应我们 帮助我们的 有位英国基督徒 艾特勤说过 他说信靠神 并不是保证 神是会使 那些我们害怕的事 永远不会发生 相反呢 我们害怕的事 是可能发生的 但因为我们相信 神的帮助 这些事 最后会变得 没有那么可怕 顶姊妹 当我们经历过 神的大能的时候 我深信 神一定会拯救我们到底 我们是可以 安心依靠祂的 在第六节 我们来看看 诗人怎样形容 这位满有大能的神 他说 他以大能蓄腰 就用力量安定珠珊 这个蓄腰其实是一个二人法 为什么大能可以蓄腰 有一个大能牌子的腰带 当然不是 蓄腰其实指一个大将军 他能够就来出征的时候 他整张待发 预备去征服这个世界 所以珠珊其实指世界 这样的意思 甚至用它大能 创造和安定整个世界 所以中间珠海的响声 波浪的响声 就是指到全地都很混乱 就是充满着响声 其实就是充满着 一些炒炒闹闹 很骚动 就是圈蛙的声音 所以诗人描述 神将一些惊涂海浪 失去秩序 充满混乱的场面 扭转过来 令一切变得井井有条 有规有矩 使得众人能够敬畏欢呼 有时人生的一些混乱 不安 或者失去秩序 可能也是我们能够 经历神的一些契机 话说美国前总统罗斯福 他家里失事 被偷去了很多财物 有一位朋友收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写信安慰他 不要介意他写信 因为那时候应该没有WhatsApp 他就劝罗斯福 不要太在意 罗斯福于是就回信给这位朋友 在信上他就这样写了 亲爱的朋友 很多谢你写信 来安慰我 我现在很平安 很感谢神 因为第一 那贼偷了是我的财物 他没有伤到我的生命 第二 就是那贼只偷去我部分的财物 不是全部 第三 最值得庆幸的就是做贼的是他 不是我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 被人去盗窃 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应该没有人想发生 可以说又惊又险 但是罗斯福 他是找到三个感恩的理由 人生有风暴 可以说是在所难免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是不是都面对 人生里面的风暴 可能我们正面对经济的压力 昨晚开新朋友组的时候 个个问他们 是不是很等钱洗 个个都举手 很等钱洗 大家等不等钱洗 他们说经济很有压力 我说真的很大压力 家人患病 我都经常听到弟兄姊妹 家人都有严重的疾病 或者自己都生病 婚姻关系破裂 人制的问题 工作 学业 甚至情绪等等都很有问题 有人面对风暴 会一决不振 他们可能会埋怨 甚至离弃神 有人经历风暴之后 对神会更加有信心 更加倚靠神 我们所遭遇的人生风暴 其实不是偶然 无论我们感觉到神在这个风暴里面 但我可以很肯定地说 神的手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 他仍然掌管这个环境 掌管我们的生命 掌管我们的一切 这些都足以叫我们能够感恩 感谢神 我相信过去 有顶姐妹都曾经去度过一些很艰难的时间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幸运 而是因为神在我们背后掌管我们的生命 看顾着我们 我们要相信这位神 就是一位大能的神 祂足以拯救我们到底 我想邀请顶姐妹 读完最后一节 九节至十三节 你眷顾地 降下透雨 使地带得肥美 神的河满了水 你这样囂灌了地 我为人预备五谷 你囂透地的缺溝 潤瓶缺席 降金林 使地远和 其中发掌的 梦你赐福 你以恩典为连遂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游 滴在旷野的草场上 热小山以欢乐束腰 草场以羊群为衣 谷中也掌满了 吴谷 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最后我们要感恩 因为神的祝福 足以使我们一生够用 诗人在本篇最后的这一段里面 是引领中人一起去歌颂赞美神 他感谢神 风风呼呼的供应 眷顾大地 配降金林 片山片野都是和谷 到处都是羊群伸畜 在第九节 他说到 你眷顾地 原文其实是指神 去探访大地 探访这个字 其实原文有 懲罚 派定 计算 缺少的意思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字 它所表达 可以有两方面 在消极方面 它是神的懲罚 可能是有罕贼的时候 从积极方面 可以表示 神的恩慈 好像金林 降下大地一样 所以 神的探访 是表达了 神对天下大地 和万物的看顾 以至遍地 都山满了果物 五谷丰收 第十节 基本上 和第九节 都是一样的 同样 在描绘神的眷顾 神所降下的金林 使土地得到润窄 和很柔软 片山片岭 处处都可以 绿草如荫 果实 真的很多 鼎姊妹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人觉得 有哪个 是很满意 你目前的生活 觉得很幸福的 请举手 是 咦 都不是说很多 我打算全部都举手 是 都有的 其他那些人 没够幸福 不是不幸福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们真的都挺幸福 因为我们身边 有我们所爱的人 有爱我们的人 有父母的爱 有兄弟姊妹 有朋友 有你的爱人的爱 这些都很宝贵 对不对 我们有健康的身体 起码大家都坐了这么久 对不对 所以可能有些精神 是会累一些 但是你都坐了这么久 对不对 又做自己 喜欢做的东西 吃自己 喜欢吃的东西 都很幸福 还有我们今晚 应该都是有睡觉的地方 对不对 应该有的 虽然不是说住千只豪宅 或者价值不菲的床育 但是其实起码 我们都可以有教训 而且还想想 能够每天一早起床 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可以看到蓝天白云 又好像看到上个礼拜 打风落雨 都是一件美事 都不是理所当然 还有我们可以认识主 生命里面又有平安 有依靠 面对风雨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神和我们同在 这些是不是祝福 我相信都是 当我们发现人生无常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都为到自己 今天我们拥有的一切 去感谢神 第十一节 进一步是讲到神的恩惠 神的恩典 是从年头到年尾 毫无间断的 他说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冠冕是什么呢 好像古代带的那些皇冠也好 就是华冠 指人头上面的那个冠 那恩典在地上 就好像华冠在人头上 就是怎么样呢 例如你看到你前面的弟兄姊妹 她今天戴了一顶很高的帽 全长得她一个大 那是不是很明显 就是说人一眼就看到 哇 其实呢 这些就是神的恩典 其实一眼就看到是神的恩典的意思 他说你的路径都滴下自由 路径其实就是当时那些马车 战车走的那些路 其实就是指人生的路 在旧约的时代 自由是什么呢 就是不是那些很自由的人 自由就是说可以食用 也都药用那些的 例如可以用来点灯 做那些肥皱 就是那些茄那些 又可以食用的 是当时生活的必需品 所以自由可以比喻 神他丰富的供应 是恩典很丰富的意思 实在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目者 我们就一定会不自缺乏 因为人生的路径上 是满在他丰富的供应 弟兄姊妹 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我们是不是抱怨多个感恩呢 如果我们抱怨太多 感恩太少的话 我们就会错失很多宝贵的体验 错失了享受生命的机会 美国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教授罗巴特 他长期致力于研究 积极思考的力量 对人的益处 他就发现 如果能够在一个礼拜里面 能够感恩五次的人 他们是会生活得健康一点的 更加能够应付这个压力 他就说 原来感恩会使得体内的血清素 还有 咦 笑人 血清素 还有多巴胺含量性高 是他说的 教授说的 这两种化学物质 我们可以在运动那里都得到的 但我们积极的生活 都可以得到的 这两种物质可以令到人 是觉得很开心 很愉快的 所以 懂得感恩 其实就令我们产生 人生的正能量 其实我们每天开心一点 那些都会分泌得好一点的 既然这么好 大家想不想试一下 是 都很想试一下 那我们就要学习 将感恩成为我们的习惯 怎样可以成为习惯呢 让你给一些内容 你练习一下 第一 你可以为到什么感恩 你可以为到你得到的感恩 可以记得它 你为到你得到的 你立刻可以想到你得到什么 可能我最近最想得到一份工 我真的得到一份工 或者我得到有个奖励 或者我加工 当然自然我们会很感恩 因为神一定有祂很多的恩典 第二 我们可以为到什么呢 为到我们得不到的东西 而感恩 很多时候 我们经常听到 或者你自己都会经常这样做 我们经常会为自己 没有拥有的东西 而埋怨 反而我们有的东西 我们就不懂得去感恩 我们可以试一下 为得不到的东西 哇 我今天 其实我得不到 可能一些机会 但是如果得不到这个机会 可能就会成就了第二件事的时候 可能都是神他的心意 第三 为到当然的事去感恩 其实我也会常提醒自己 幸福不是必然的 是不是 你今天有健康不是必然的 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 不是必然的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睡不着睡不着的 第四 我们可以为到失去 或者痛苦的事去感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 你失去的东西 其实都可以感恩的 当然啦 你说有些失去的东西 我们都无法去挽回的时候 让我们去想一下 会不会我们虽然失去了一件事 但是我们都可以值得去感恩呢 第五 当我们为失去的事 都能够感恩的话 我们就能够凡事借恩 哇 什么都可以感恩 神以恩典 为我们连岁的冠冕 我们走过的路径 都滴下他恩典的自由 让我们不要忘记向神感恩 因为神的祝福 足以使我们一生够用 鼎姊妹 除了感恩 患事感恩 当我们经历神祂的救赎 大能和祝福的时候 我们必定会从心底 去赞美 去感谢神 其实感恩很简单 可以很简单 当我们今天 你摸一下 你的心 还会跳 你还会呼吸 你的手 还在移动 或者你眼 还在斩 看着 你头脑 还在思想 我们就应该 为自己能够活着 向神感恩 我想给大家 有两个挑战 大家说想练习一下 对不对 第一个挑战就是 今晚你临睡之前 你找一个人 你不要管 那个人 跟你介绍那个人也好 你今晚 见到你家人也好 临睡前 为了一件事 我们向神感恩 你跟他分享一下 第二 在未来的 这个礼拜里面 你向神感恩 五次 就为了刚才 什么得到的感恩 得不到 那些 当然 或者我失去的 去感恩 可能我下个礼拜 见到你 会问一下 你有什么感恩事项 那样 愿意我们每一位 都成为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好吗 我们一起 有个祷告 七日天父 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懂得 尚尚感恩 我们要尚尚发现 愿神在我们身上 奇妙的作为 让我们知道 神你恩典封城 让我们知道 我们要向神感恩 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 阿们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